亲爱的早上好,您订阅的早安语录已经送达,请即刻查收,性格写在脸上,原品刻在眼里,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,情绪起伏表露于生意。 家教看站姿,审美看衣服,层侧看鞋子,头不头缘,吃一顿饭就能知道,小事可以感性,大事必须理性,感性让我们更有人情味,理性让我们得以远离致命伤害,选择了往前冲,就不要再欢顾四周。 你亲爱的人,你喜欢的一切都会在前面等着你,与其埋怨世界,不如改变自己,管好自己的心,做好自己的事,比什么都强,挤不进的圈子。 不要硬急,拦了别人,做见了自己,跨不过的门槛。 不要硬跨,跨过了市门,跨不过市坎,从前,喝酒,唱歌,那叫当次,现在低调做人,努力挣钱,多陪家人,那叫靠谱,不管你混得多牛,多有钱,做和你年龄匹配的事,这叫责任。 有些压力总是得自己扛过去,说出来就成了充满负能量的抱怨,寻求安慰也无济于事,还徒增了别人的烦恼。 而当你独自走过艰难险阻,一定会感激当初一声不吭,咬牙坚持着的自己,一个人在你面前开心,但关起门来他未必开心,没有谁活得特别轻易,你可以不理解别人,但请尊重别人。 归零,降坏的不影响未来,降好的不迷糊现在,早安,你可能还想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观看